是說關手機這件事 要憑眼界不能憑信心 確定再看一下 都確定了嗎 我們一起來感謝上帝 我們來跟我們的天父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親愛的天父 感謝你 感謝你讓我們有這麼棒的一個早晨 感謝你讓我們再一次來到聖殿 來仰望你的恩典 年日來的英語今天清了 年裝的災禍今天清了 感謝你 你雙手禁我們盡你的恩典 讓我們從此不再憂傷 不再掙扎 讓我們在你裡面有平安 有喜樂 有自由 有希望 明天就是傳統的端午節了 在這個抑鬱寡歡的節氣 節氣當中 我們很容易就沾染上了 舉世皆佐我讀清 眾人皆醉我讀行的那個優懷 主啊 這個世代真是舉世皆佐了 不過是到越南去大平 竟然要付上傾家大廠 鮮命不飽的代價 不過是下一場大雨出門接送小孩 竟然要付上一位年輕媽媽 淹死在地下島的代價 不過是家族歡樂的大陸出友 竟然要付上全家傷亡混沌立鄉的代價 不過是尋常下班搭捷運 竟然要付上無辜被砍殺 瞬間命上白人的代價 主啊為什麼 這到底是為什麼 這世代為什麼做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這世人到底為什麼醉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主啊 每當我們痛心在這些災難的時候 我就深深地質疑你 你為何總是站得那麼遠 你為何要放任這些事殘忍的發生 屬血氣的我 在理智上承認有理 可是在情感上 在意志上 卻無法接受你這樣的安排 於是我開始怨愛 開始覺得我獨青 卻要遭受這一場一場著事的亂象 是一件多麼不公義的事啊 所以我有一股怒氣要發 我要願越南人 台灣跟中國分不清 我要願市政府工程延大 談腐無能 我要願旅行社 黑心草菅人命 我要願殺手抹沒 他們的父母 沒責任 沒擔當 主啊 其實我有一層 不敢明說的心結 那就是我要願的其實就是你 主啊 我要願的其實就是你 主啊 每當這些痛心災難試過境遷以後 我就開始有些信任你了 你似乎沒有離開過這些災難現場 你便沒有讓這些殘忍的事 在錯愕之後沒有嚇我 屬肉體的我 不但在理智上承認有理 也開始在情感上承認你是我的神 你總是與我有關 於是我開始體會 開始覺得我並非那麼的輕 所以遭受這一場 一場著式的亂象的歧視 是多麼的深奧難 難以理解的事啊 所以我有一股疑問要問 我要怎麼讓越南人分清楚台灣與中國 我要怎麼監督公共工程 我要怎麼不再選一些好事小費的公職人員 我要怎麼不貪小便利 讓這種黑心與行事 在市場上被自然淘汰 我要怎麼關心周遭的人 行李的第二條界面 愛人如己 我要怎麼讓那孤獨的靈魂 別再出現 那人獨具不好的這種偏差的暴行 主啊 其實我有一層不敢確定的疑問 那就是當你第二次問彼得說 你愛我嗎 我在理智上 在情感上 雖然反射性的很熱烈的回答 是的 然而在我的意志上 卻不那麼確定 因為屬肉體的我 其實更愛的是我自己 我每天盡心盡心盡益盡 愛的不全然是你 也不全然是淋舍 我所說的一些正義領然的話 其實是因為那災難離我太遠 所以我其實說的都是大部分 事不關己的風涼話 主啊 你說 凡事稱呼我 主啊主啊 不能都今天過 唯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進去 我們願意 以此來互相提醒免疫 你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們願意追求那在意志上的維生 在意志上我們選擇你的道路 在理智上我們選擇你的真理 在感情上我們選擇你的生命 只是 主啊我們仍然在意志上顯得脆弱 我們無法時時刻刻順服在你的道路上 感謝你今天特別拆敗的我們敬愛的 原東路教會的中文正牧師來到我們當中 傳講 拒絕悖逆 選擇順服 願你的臉形在文正牧師的口中 感動在場的弟兄姐妹的心上 讓我們在你的靈裡 平安度過這些苦難 讓我們堅定一致 選擇拒絕悖逆 選擇順服 主啊我們願意將靈魂 完全交透在你手上 我們感謝你 讚美你 都是忘了主耶穌基督的名 Amen 好 今天要讀的經文是 撒母爾上記 撒母爾上記 十五章 十七節到二三節 撒母爾上記十五章 這個故事的背景是 耶穌法要扫羅去 去打一個國家 叫什麼國家 叫阿瑪尼 對不對 叫那個 叫亞瑪利 叫亞瑪利 扫羅就去打了 那耶穌法說 你們去打的時候要騙腳 不能留下任何東西 可是 撒羅打了下來 發現 喔 不對喔 他們的牙扭都很好 所以 按趕來 然後耶穌法就有點生氣了 就沒有找到的話 所以我們就從十七節開始讀 我們來讀 撒母爾對撒羅說 從前你雖然以為自己為小 豈不是被立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嗎 耶穌法告你做以色列的王 耶穌法拆遣你 吩咐你說 你去打 擊打那些犯罪的亞瑪利人 將他們滅絕盡盡 你為何沒有聽從耶穌法的命令 急忙掠掠財物 行耶穌法眼中看為惡的事呢 撒羅對撒母爾說 我實在聽從了耶穌法的命令 新的耶穌法所拆遣我行的路 勤的亞瑪利王 押甲來 滅盡的亞瑪利人 百姓卻在所當滅的物中取得最好的牛牙 在即假獻給耶穌法你的神 撒母爾說 耶穌法喜歡喜悅番祭和平安祭 豈如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呢 天命生於獻祭 順從生於供養的職友 悖逆的罪和行邪術的罪相等 頑梗的罪和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既厭氣耶穌法的命令 耶穌法也厭氣你的罪 我們同心來體會這一段的經文 今天我們很高興我們周牧師 帶到我們當中 他要常講的題目就是 拒絕悖逆選擇順服 拒絕悖逆選擇順服